監視器畫面拍下屏東市一處公園旁 一名穿著白色雙衣的正系男子直衝過來 朝著站在路燈下的郭信街友狠狠揍了一拳 兩人發生肢體衝突 但沒想到經過一夜 隔天凌晨5點多被運動民眾發現 街友倒在人行道上一動也不動 救護車赶到現場緊急救援 但郭信街友已經弃絕身亡 沒有神秘跡象 警方也到場拉起封鎖線 發現現場流有血跡 加上疑似有打到痕跡 懷疑街友死因不單純 早上就看到救護車 還有蓋那個白布 發生這樣的命案 真的讓這附近的鄰居 都感覺很恐慌 警方以同心人方式 進行地毯式搜查 調閱監視器發現 街友疑似因為正姓男子 隨地笑辨 上前制止 沒想到讓正姓男子不滿 爆發衝突 而警方也在短短8小時內 將嫌犯逮捕落網 警方表示兩人其實互不相識 也沒有互動 初步懷疑是因為正姓男子 酒後失控 失手將人毆打致死 離譜案情也讓附近民眾傻眼 直呼這樣的治安 讓人心驚驚 記得張春華 評論報導 請看 請看 明天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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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見